中文字幕 李宗盛 OK welcome back 延續上一集 接著我們來到的是第三集 杯子跟盤子的建模 OK 那麼我們就直接開始 延續上一集這個桌子跟椅子 製作完之後 我們這次要來做的是我們的盤子跟我們的杯子 好 那我們就開始 那我們就直接 修製 我們現在做盤子的部分 修製我們用個 Steeling 的 我們就用預設的大小 然後 GZ 上到這裡 好 我們縮小 我們縮小 S 然後 Z 我們壓扁 一樣 按這個 Y 然後放到這個桌面 OK 接著呢 我們來進入編輯模式 選 3 把你最上面的面刪掉 我們下面這一環 選中線模式 好 我們 Alt 按著 點一下 Alt 按著 等一下 這時候我們 Ctrl B 你會發現 出問題了 為什麼會這樣 看一下我們的固件的資訊 它被我們拉伸過了 所以我們要 Ctrl A Apply Scale 讓它告訴我們 Blender 它現在是 111 我們就再來編輯模式 然後我們 Ctrl B 正常了 多用幾環 差不多這樣 然後我們 Modify 這裡 我們給它新建一個 Division Surface 這樣 然後右鍵 J Dismuth 少了一個動作 加一個 Solidify OK 那我們把 Solidify 移到上面 Solidify 要在上面 然後我們弄 -0.02 OK 那這樣子就做好我們的盤子了 好 我們稍微把它往過來 移過來一點 那做好我們盤子之後 接著呢 我們來做我們的杯子 一樣我們 Shift A 然後我們用一樣 Filling 的 然後我們拉上來 拉上來 G Y G X 縮小 差不多這樣吧 跟盤子差不多大 然後一樣 G Z 再按 G X 好 我們進入編輯模式 把上面這一面刪掉 我們 Ctrl R 我們滾一圈 然後往上 G Z 然後差不多這裡好 我們選中上面這條 好我們用線 然後選中上面這條 跟下面這條 我們 Ctrl B 滾滾滾滾滾到剩兩個 這樣兩個 好 然後我們按 X 然後我們選中這一個 跟這一個 好 然後呢 我們 X 處 往外拉 好 再 X 處 再一次 接著呢 我們按住這一面 跟這一面 我們按 Bridge Add G Loops 這裡也是 這裡面 跟這一面 然後 Bridge Add G Loops OK 這時候我們加一個 Subdivision Surface 用 2 好 因為下面太軟了 所以我們選中下面這邊 按線 選中 Alt 按住 點下 Ctrl B 主要是要做拉緊的動作 哪裡鬆 我們就把哪裡弄 這邊太軟了嘛 我們就 Ctrl R 然後把它對過來 好 這裡也是 Ctrl R 對過來 然後這裡也是 Ctrl R 後面也是太軟了 Ctrl R 好 那我們再來就按住 線模式 線模式 然後一樣 Alt 點住 最上面這一環 然後 Extrude Extrude S 縮小 往內 好 然後我們再 Extrude 往下 Z 現在 Z 到不用太多 差不多到這裡就好 可以自己看 用這個可以檢查 好 按下差不多到這裡 然後呢 我們選這種點模式 數字1 數字1 然後這個時候 這樣看不清楚 我們這樣看 數字1 然後我們 Extrude 按一下 來喔這個技巧 記住喔 Extrude 按一下 按下 現在有一個點了嘛 然後我們右鍵取消掉 然後我們按M 我們按Senter 它會把我現在選起來的 選起來的這些點 全部把它 融合在中心這樣 我們就按 它就會這樣 合併成中心點 因為你也看到它裡面太軟了對不對 它裡面是一個這樣子的流行 所以我們一樣 像剛剛外面這樣 我們選中最下面這邊 然後Ctrl B 給它拉緊 用這個Bevel的方式 然後把它Ctrl B 裡面就少少就好 因為裡面不會看到 所以我們點它 然後右鍵Shade Smooth 如果你覺得這個杯口太軟了 我們一樣 可以把它Ctrl R 然後往上拉 這樣它就會是一個 平整的上面的感覺 然後做完你的杯子 我們就稍微檢查一下 發現 這邊怎麼有一個奇怪的這種 陰影在這邊 有一塊 那我們就 進到我們旁邊這裡 綠色這個 綠色這個 然後我們Normals這個 我們Auto Smooth給它點下去 它就會自動幫你處理掉這些奇怪的 陰影的問題 好 OK 那麼以上呢 就是這個杯子 跟這個盤子的部分 我們就完成了 OK 稍微讓它上來一點 它已經吃到裡面了 這一集呢 就是教你怎麼做這個盤子 跟這個杯子的見面 應該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一個基礎的小物件 那麼呢 下一集的影片 就會開始準備做這個 進入我們打光 場景建設 鏡頭 一些小知識 OK 那麼我們這集影片到這裡 還有一個段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